呼 呼 杨坚此刻气喘吁吁 这王小明的办公室在第24层 也就是最高的那层楼 一路督走楼梯 还是连跑带跳 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得泪趴下 他这几年在学校的时候还都有锻炼 体能还算不错的了 可是这会儿却还是累得腿都快断了 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锻炼 虽然遇鬼者很特别 但骨子里还是普通人 总不能所有吃力的事情都希望借助厉鬼的力量吧 那样也太浪费生命了 一些用体力的地方还是得跟得上才行 不能太废 杨坚这样想到 但最后他还是有惊无险 一路上非常安全的来到了第24层 转了一圈之后很快就找到了王小明的办公室 不过他看向了另外一条安全通道 居然听不到任何一丁点下面传来的脚步声 也就是说王小明一行人到现在都没有上来 就算是行动稍慢一步 最不计也就落后个五六层楼吧 总该听到脚步声了才对 要是五分钟之内还是这样 杨坚可以判定 这个王小明一定是又遇到了危险 十有八九是在某个楼层迷路了 或者是碰到了鬼 先不管了 先拿那根手指 有了那东西接下来才好行动 否则的话面对那连鬼域都能闯进来的鬼还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能够封锁他的行动 杨坚没有浪费时间 直接就撞开了办公室的门 这种门的锁并不牢固 王小明能放心将东西放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这里平时有安保人员 办公室里很杂乱 桌子上摆放着大昌室的地图 各遇鬼者的档案 已经大昌室个灵异事件的始末 还有一些重要的实验资料 杨坚找了找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关押鬼鹰的盒子 早就不应该将这东西这么大方的借给王小明 这下是自己坑自己了 打开盒子 里面鬼鹰依然一动不动 像是死了一样躺在里面 而一根干枯的手指却像是一把锋利的匕首一样刺穿了他 杨坚立刻取出了那根干枯的手指 在急忙将盒子关上 直接封死 才刚刚取出这根手指 他就感觉到了盒子里面的鬼鹰活了起来 在剧烈的挣扎着 想要从里面冲出来 可惜 厉鬼的力量无法影响黄金 无论他怎么挣扎始终都没有办法出来 搞定了 可以撤退 杨坚取完东西就走 一点也不耽搁 可是当要去下楼的时候 他却犹豫了一下 是沿着之前上来的路下去 还是走王小明那边的安全通道 不 我觉得还是在等等比较好 至少现在我是安全的 不用着急 这个时候往下走的话 下面那些楼层很有可能会遇到鬼 与其去支援他们 倒不如等他们主动会合 杨坚想了想 决定还是先保存一下自己的状态 恢复一下体力 等待片刻 时间渐渐过去 周围依然很安静 安静得有些可怕 走道上的灯光在黑青色的阴霾之中显得昏昏沉沉 没有一丁点的光亮 周围的阴冷很浓郁 让人丝毫感觉不到这就是大昌室的夏天 杨坚坐在王小明的办公室内静静地等待着 他一动不动 倾听着外面传来的任何声音 还有动静 虽然是在高层 但他却依稀听到了楼下那圣人的提叫声 那是鬼音出事之后发出的声音 也听到了一些不该存在的脚步声 比如就在办公室外 似乎有什么人缓慢的路径这里 却又诡异的没有发出一丁点的声音 也没有要推开门进来的意思 杨坚盯着那办公室的大门 直到外面的脚步声走远了之后 他才微微松了口气 鬼已经侵入到了这层了吗 可是王小明等人还没有动静传来 他们多半是被困住了 当然也不排除已经死了的可能性 果然 跟着他们行动才是最危险的 但话说回来了 如果他们都死光了 我一个人也很难解决眼下的事情 他现在很纠结 是主动去救他们 还是不救 救的话可能一起死 不救的话白白死掉这么多遇鬼者 这只会让目前大昌室的形势雪上加霜 最后兴许也难逃一死 此刻 医院的某一层当中 王小明等人却不得不停下了继续前进的步伐 因为拦在前面的东西让他们感到非常的不安和忌惮 一个小孩 一个光着身体 浑身青黑色的小孩 他就这样直挺挺地站在那楼梯的拐口 睁着一双漆黑空洞的眼睛歪着头看着众人 是第二阶段的鬼鹰 王小明目光围动 可是他看到了我们 为什么却没有袭击我们 难道这些后面诞生的鬼鹰所触发的条件不是叠加的 而是单独的 第二阶段的鬼鹰必须碰到他才会袭击你 很有可能 衍生出来的鬼不可能具备那源头的鬼一样的能力 否则的话大昌室早就完蛋了 也拖不到现在 既然是单独触发的条件那就好办了 继续往前走 绕开这东西 不要碰他就没事了 张寒 你带路 张寒也看见了那前面的小孩 紧张的手心都出汗了 他没有拒绝 只能适应着头去往前走了 虽然紧张 但他多少还是有点把握对付这东西的 小心谨慎地走在前面 身体离这个诡异的小孩越来越近了 但他始终却没有任何的行动 还是一直站在那里 知道张寒路过了那个小孩 这个小孩却始终没有袭击他 只是一双诡异的眼睛看着他 跟着他的方向转动着脑袋 虽然被盯着头皮发麻 但不可否认的是自己面前是安全的 王教授 没事 这小孩有点不对劲 他似乎并不想袭击我 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关了他 张寒压着低声道 不用 收容器只准备了一个 还是给那只源头的鬼用比较好 这第二阶段的鬼因威胁不大 前提是别碰到他才行 王小明深深地看了一眼那小孩 不具条件叠加 也不具备无差别杀人 彻底解析之后才会发现这并不算恐怖 说到底还是人对鬼这个字存在着太大的忌讳了 恐惧之下什么蠢事都做得出来 然而下一刻 这小孩却动了起来 他没有去追上面的张寒 也没有袭击王小明和其他人 而是顺着台阶往楼下走去 漫无目的地在这医院里逛着 一双漆黑空洞的眼睛盯着所有人看了一遍 却依然还是没有袭击 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他 任由他离开 另外还具备无目的行动的特性 很好 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的鬼因算是了解了 就差确定第三阶段的鬼因了 王小明心中暗道 没有亲自验证 靠数据推测果然并不是十分的准确 虽然耽误了不少的时间 但看着鬼就这样擦身而过 众人还是有种说不出来的轻松和喜悦 掌握了方法 就意味着生存几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哪怕是普通人这种情况也能活下来 然而他们此刻高兴的还太早了 这个时候上面的楼梯 还有附近的楼层 已经下面的楼梯 都传来了一个个沉重的脚步声 同时这个楼层的电梯还诡异地亮起了灯 而灯光显示很快就有一部电梯要停在这一层了 似乎有什么东西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了 当然少按地清楼함 全部楼上带地下来 但是另外一道经有那么多 大家看看